嗨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盘非常精彩的国战 那么这一盘的话说 吴国吕布一回合天下 诶 吴国吕布 吴国吕布是什么 如果说吕布 最早不就是号戏称那个啥 那个孙坚 因为孙坚也是2.5 丁凤太子死 那这是一个比较老的组合 这个组合在国战里面 亮眼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三尖两刃刀也是非常非常帅气的 因为你可以如果拼点赢了的话 你不仅可以杀那么多人 而且你还得把旁边一个人给他拉过来的吗 给我拉过来 当然如果你要用三尖两刀玩得很炫 你要很多牌的 这一点来说的话 吴国你要那么多牌 就算大师号施 可能大师号施跟你还有哪些有可能 那除非你是一个什么独苗 然后你骗一下那个谁 那个刘备或者说那些人给你牌 或者恐龙给你牌 这有可能 因为你如果打出那么宣报的效果 要很多牌的 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吧 因为你如果刮人 然后再弹出去牌要很多的 另外一点 这个钉凤太史词 你要拼点赢 因为毕竟没有你的 没有太史词的机有孙策嘛 就是说你 要拼赢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太后啊 有太后 有太后要读吗 哇 这地方的话已经暴露了 想让他们两个里面啊 这个阎岸文首的主将肯定不会太后 我就不知道恐龙那个是不是的 刚才他应该是太后啊 这个这个时候如果读那个 真击国家 所以他要卖牌 而且他这个武将里面 他如果过出来桃子也是有可能的好铁锁 连环 就看一下啊 他们毕竟这队也是无国啊 这个这个卫国的这个绝对boss的吗 另外就是这个啥 这一队组合开车已经开了太多了 我就不开了 这个毕竟总是开一辆破车 也没什么意思 就再挖掘一下新的车了 另外一点 这个什么怎么说了 三国沙里面那人物 基本上都玩都被玩了 真没什么车可开啊 你比方说那个河太后 河太后有什么车可开的 都可能董卓对不对 而历史上董大胖子本身就对吧 会把那个太后给怎么样 你们都懂的 你懂胖子这种人对吧 什么做什么做不出来 对不对好 诸葛亮出来啊 姜伟 姜伟也是一心卫 那个一心卫汉的九伐中原 看一下一条 看怎么样杀哦 这下的话杀一刀 那这下真击国家被打残了 那待会儿 万一太后那个 什么狂骨 难怪这个姜伟要杀羊也行 这个姜伟也赚了啊 这个狂骨豪情吗 好 咱们这个 因为如果我们拼赢了的话 那个当然李友这个武器也不错 因为毕竟很个瓜人的嘛 看一下 我救了一下 这救了应该是威了啊 应该是伪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给一张 然后再阴阳鱼一下 好啊 太后就没有动 因为如果太后出来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 哦 这个寻遇寻优啊 朱连碧盒 这个没有问题的 毕竟他们是亲疏职的嘛 啊 亲疏职啊 就这俩都是草卫那边最重量级别的人物的啊 寻遇和寻优啊 当然因为那个辈分的缘故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虽然寻遇是寻优的叔父 但是实际上寻优比寻遇要大的啊 年龄大 好 看一下 你们肯定的嘛 大家想一想啊 像忠遥 七十多岁生下来忠慧 那不就是一件很坑爹的事情 那很可能忠遥的孙子都比忠慧要大 大很多啊 那还要喊他一声书 是不是 所以这个辈分是 辈分是确实是可以这样玩的啊 这个不算开车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想想是不是 如果你忠遥 七十多岁生下来 你七十多岁的话 忠遥可能孙子都比 孙子都比那个忠慧大很多的 结果他还喊他一声书啊 好 我过出来一下 这一下 这是什么鬼呢 刚才那个 没有太后吗 刚才不是说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技能吗 这么这么一个 明明看到这个这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 这是什么 没有道理啊 原来温丑那个主将也不是太后啊 这是怎么 这是什么鬼 这个 我也不知道的 我们看一下啊 张刃 张刃 这下要把他断断长了吗 我们看一下啊 要把这个 这个丢牌 哎 这个家伙 他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正常摸牌的话 他要给他二张 丢我诺专发动技能了 就给了这个二张 但是这个 我们这个时候就绝对不要出 出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出 你可能就是因为厂商 哎 你这时候出吗 打一波伤害吗 这下你可能 哎呦 那这下可能他们要搞 哎呀 那也行吧 反正没有出 那个没有办法动 因为我想这时候吴国 因为排很多嘛 他们很可能会搞你的 好 刺个桃子啊 你看强行加入战局的 哎呦 我刚才没有想通 这个 这个这个啥 这个真机国家 出牌这段开始的时候 他有毒条 是什么怎么回事呢 这个 也有点表示不理解啊 这个 我现在是糊涂了吗 还是怎样 因为我感觉 这个他这个有毒条 印象里面就是太厚啊 好 远交进攻 不管了 我们就一直看下去 违言将为啊 挑一下 好 杀 看一下 闪 呃 继续看啊 看一下寻遇寻优啊 怎么怎么弄啊 寻遇寻优的话 这个 决斗一下 嘿 这个时候魏国 你比如说这把人 那是一比一比一比一啊 四个两位俩俩俩俩俩 俩俩俩俩俊 好杀 这时候盯着 这个群雄打 这一下的话 那个 当然 你 你肯定开不了 他 开不了 A的 你就肯定是不够 不够牌的嘛 也不够开桃圆 最可可开桃园要八张牌的 开桃园 也就是卫国那边桃园这个牌 就是不能让卫国随便摸到 如果寻优能够随便开 随便开桃园 那个国战就完全崩了 亲力卫国决斗 亲力卫国算无一次 如果要打无限吗 打无限 这个和战爵不一样 那个流程战爵以后的话 就算被无限了还可以摸一张的 好 来看一下 丢牌 看一下这个二张怎么打 张二张 二张的话这张必须摆到摆到前面 因为他要给孙上香提供这个 结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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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因为这是吴国这个技能的 吴国这个技能就要摆在这里 所以说 当然也可以说给提供什么床位这些 但是为了要发动技能 好 9 我们看一下 杀 这下杀这个鼠 好 就这样吧 你这个时候不趁火打劫 那群雄也不会搞你的 感觉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给谁 给那个张二 这一下 哇 那这个 这个你要穿的话 你你决斗 给他穿吧 你就丢装背太伤了 给他穿 给他穿 我实际上是我 我没能给你穿的 这流失一点体力太伤了 你要穿就要穿背 对啊 给你穿的 寻优质 而且穿过之后 好像寻优是可以换的 所以寻优是真不怕 你张真这个 你穿上这我待会是可以换的 好 你要穿你就穿啊 那那个 看一下啊 这个穿 黄中 这是什么鬼啊 穿黄中 然后那个 这个 决斗他一下 那还 你还继续穿心吗 杀 杀 看他怎么弄啊 这姜伟也估计他舍不得 好了 那这下的话 就轮到我们那一波了啊 轮到我们那一波 好 这个时候把这个全部亮起来 嘿 这个 竟敢挡在我的身前 就接受我这个什么 这个台词我忘了 这个太史词 请祝我一臂力 我第一次真是好 这个漂亮 大家看啊 这个 这个三杀 三杀 非常非常的给力 拼点赢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拼点赢了之后 这个时候开始对他们进行疯狂输出啊 打到对面一点脾气都没 这个怎么这么慢呢 真是 我这人是最讨厌这么一个磨叽的啊 这个 好 看一下啊 没牌就不要那个这么磨叽吗 真是 那搞什么啊 我开了四倍数了 真是 这还有什么想的啊 然后继续啊 然后的话 这个杀 然后再盹戴上去 都是三刀的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帅气的 好 都完了啊 都完了 好打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闪 这个应该死了 然后看看能不能一波把他们全部打掉啊 五中生油 哎 火弓 然后这个火弓的话 打 其实我在想这个火弓是不是可以留着 留着他啊 留着打那个真机的 好杀 哎 漂亮 大家看啊 这下就漂亮了啊 这是本局的精华是所在 这个时候啊 两刀子啊 两刀子 一下两刀子 你看这个八卦如果水的话也是搞定 你看再一个火弓啊 一波行云流水啊 直接把他们全部打掉 这一波还可以啊 就是说 充分展现了这个老国战老一批武将啊 这个你看这个名字也不错 给满分啊 这个名字必须给满分啊 好 今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